接下來就要跟各位介紹氧化還原 剛才講過我們目前叫燃燒叫做跟氧劇烈的作用 那個就叫做所謂的氧化 現在叫你的氧化還原是 現在現在叫你的氧化還原是 得到氧的叫做氧化 失去氧的叫做還原 得到跟氧結合得到氧的就稱之為氧化 如果這個失去氧的我們就叫還原 但是講了這一句之後 又講了另外一句叫做氧化還原必然相反發生 意思是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得氧叫氧化 失氧叫還原 你沒有辦法知道有氧化就一定會有還原 譬如說氫加氧變成水 氫得到氧 那誰是去氧 沒人是去氧嗎 那怎麼會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那個要用我們三年級的時候 我們會再教一次什麼叫氧化還原 那個時候是用得氏電子來教的 所以有人得電子就是有人失電子 有人失電子就會有人得電子 所以有得有失所以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所以要到那個時候才會真正的知道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目前就是用分開背 分開背然後記起來 先記得得到氧的叫做氧化 失去氧的叫做還原 再記得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現在我們考試給你的例子 就是一定是有人得到氧有人失去氧 所以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那麼剩下的就是三年級的時候 我們再來講得氏電子的事情 那麼這裡說得到氧居 人家講話那個得到氧居的話就是燃燒嘛 那我們以前教過了 我們就來註習一下 就講過了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什麼性 鹼性很好 但是我當時叫你記有些氧化物丟到水中 喇喇喇喇說是中性 拿幾樣東西 拿幾個金屎 氧化物都要水中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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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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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酸性 酸性非常好 然後老師說要記得酸性 要記得簡性 老師還說考試有沒有直接考你酸簡性 沒有 這靠主考的 直徑變色 何者可以使 詞維式詞變紅 何者可以使得分態變紅 那你要知道是紅式酸性還是簡性 你才知道是金屬還是非金屬 這個我們教過 納燃燒的火焰什麼顏色 你還有背嗎 記得嗎 黃色不錯 還記得黃色很好 生成什麼 納氧化 中文 納氧化生成什麼 很好 氧化那 但是我要問你英文 我要問你的是英文 化學士 氧化那化學士 來 帥哥或美女 這個人 你們班大任不在 三三有嗎 三三 三三號 起來 氧化那化學士 不會 面對我微笑 不會 不會 請坐 氧化那化學士 MH2O 溶液水呈鹼性 什麼東西鹼性啊 什麼東西 溶液水呈鹼性啊 什麼東西 溶液水呈鹼性什麼東西 有沒有一點印象 欸 不錯喔 成氧氧化啦 氧氧化XX就是什麼性 氣氧化他都是鹼性的嘛 好來 我還說過我們很愛考劉有沒有 劉愛考 好 第一個問題 劉燃燒的火焰顏色 你不要問他小女生 當然是男生 現在換女生 劉燃燒的火焰顏色 來 小女生 四號有嗎 沒有 來 14號有嗎 也沒有 這一堆人都不在 很難抽耶 中男生 女生有嗎 十二等七 怎麼那麼多的沒有來啊 煩耶 11 11號 來 劉燃燒的火焰顏色 黃色 很好 請坐下 他沒有賽到 他講錯了 藍色 藍紫色 好 來 生成一個什麼 重點 他生成一個有臭雞蛋 刺激性臭味的氣體 什麼東西 中文就好 中文 他生成一個有 刺激性臭味的氣體 什麼東西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二四 二四誰啊 幾粒啊 幾粒啊 流燃燒生成那個氣體啊 那個有刺激性臭 我要你背啊 當然要你背啊 什麼 化青啊 什麼化青啊 流化青 哇 這是好神奇啊 流化青 流化青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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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流 然後我們還有哦 二氧化流融於水變什麼 中文 二氧化流融於水變什麼 中文就好了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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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號有沒有 三號 三號 起立 起立啊 來 二氧化流融於水變成什麼 不會 不會 請坐 不斷的傷老師的心呢 亞流酸 這樣下一個大概也不會了 亞流酸化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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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大帥哥 帥哥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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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亞流酸化學士 幾粒 幾粒啊 亞流酸 亞流酸 H2 SO4 請坐 很好 H2SO4叫做流酸 亞流酸要少一個氧 H2SO3 這一頁的內容 這一頁的內容 就在講氧化 跟氧結合叫氧化 全部都是我們 教過的 以前考過現在再考一遍 以前考過現在再考一遍 氧化 什麼東西氧化出來什麼結果 請你把他該背的就給我 背好 以前就背過的 忘記了就趕快請你回去複習 OK 再來跟各位介紹氧化 OK 沒有問題 很好